現在的電競遊戲項目越來越多 本手們往往會因為遊戲的人氣或自己的興趣 進而轉換遊戲的項目 就像中國的職業選手GODV 就宣布退役了英雄聯盟的項目 選擇加入絕地求生的比賽 結果效果好像還不賴耶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若你是英雄聯盟的老玩家 相信對於S5世界賽法洛世的那一件 一定還記憶猶新 曾經在英雄聯盟中國賽區 獨霸中路的職業選手尾神GODV 在歷經過S5世界大賽的勢力之後 不斷受到眾人的調侃 自己也遲遲沒有辦法重返榮耀 於今年10月中主動宣布退役英雄聯盟 選擇加入了近期非常火紅的 絕地求生比賽項目 並代表中國出國比賽 在上中韓國GSTAR所舉辦的亞洲邀請賽中 於第三天的賽程表現亮眼 紛紛成為眾人的討論對象 尾神繞過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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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車漂亮 一波炸車團滅 團滅 雖然轉換遊戲項目的風險相當高 但勇於嘗試而得到好結果的選手也不是沒有 像是前英雄聯盟選手Ronda 在轉成Overwatch選手之後 也是打出風采 幫助隊伍拿到了第一屆OPC聯賽的冠軍 尾神這次轉型也使得自己在電子競技職業圈又有新的一片天 不過我是不知道之後會不會反向開槍啦 未來時代的變遷、遊戲的變動 到底多點練其他遊戲或是轉換遊戲項目是不是好事呢 這點大家可以好好探討探討呢 是吧 我唯一的美中